各位知道严格吗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一张是不是蛮合适来发展严格 这一张来复制 然后麻烦请贴到这边 严格已经在最后面了 我们叫大四季贴上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 这样子其实还蛮突兀的 好 来快速点亮一下 记得请问这个底色 这个底色一定是他 对不对 好所以填满的颜色 那请问你字是什么颜色 字是白色 所以常用字的颜色是白色 可以吗 然后它这里面 其实我稍微翻开 你们看它下面还有一层 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用点心 我们去做 来这边填满的颜色 填这个颜色 好 然后复制的是贴上 复制的是贴上 请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的颜格放在哪里 或大四季 在这里 这个 整会警戒年度大四季 可以吗 比如说2020 2020 好 比如说 比如说我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都在办活动 有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太多事情了 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放 好 比如说这一条好了 复制 2020 大致上 大致上是长这个样子 记得哦 就是它这上面 它这上面的颜色是 是这一个 然后字的颜色是 黄色 请问这要不要改 这当然要改啊 这个 填满的颜色 然后这叫大四季 对 首先 首先要重设投影片 然后请把这个投影片 改一下我们的版面 为这个 大四季 好 这些就把它给删掉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可以吗 就是说 要把它这一个的一个形式 形式 改过来 变成我们只能用的这几个主色调 听得懂吗 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出来 那个整体性的感觉 才会一致 而且你不管是谁来去做 就是 如果说你 那个 只能用那六个颜色 对不对 你就会发现 除了图片 你不能改 像这边 这个 像太子的这种logo 你不能改颜色 因为它是图片 可是 可是 你在用到别种元素的时候 像这些都是元素 你是不是就可以改色 而且要改 很标准的 我们的图片用的 主色调 背景元色 质元色 可以理解吗 好 所以讲一个 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 我们今天不管你去做 不管你去做 简报的 场面介绍 公司简介 或者是 个人履历 维护 或者是去做 那个 大事剧 的投影片 或者是测验 的一些公告信息的 投影片 你应该做出来的感觉 都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就不会改来改去 像这个就不会发生了 这一张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说过 色彩 这边是需要调整 已经被调整 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好 OK 所以 接下来 你们 只是把 现有的 投影片 想办法 想办法 来去修改 可是 修改成 套用 你现在 这一份 简报 包含那六个 颜色的设定 这就是 你接下来的工作 这样子的话 我们正机会 产生出来的 简报 不管是谁做 都会 达到一致性 这就是我们开证明课的主要目的 好 那我想我们就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你要今天影片就只需要在那个YouTube上面搜寻我的姓名跟课程 PowerPoint的那个简报培训 如果你喜欢影片记得下面帮忙按一个赞 好 您的鼓励绝对是什么 让我继续努力上去 一个动力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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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电脑收一下 那个新的电脑里有一个保护套 保护人的电脑都不可 带子 把我的地方 带子里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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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